这是新鲜的牛蹄被夹在机器上 正散发着奥利给的臭味 蹄子从表面看起来没问题 可师傅拿起打磨机告诉我们 凡事不能只看表面 在蹄子边缘有两道明显的溃烂 尼狗早已钻进去了 师傅拿来小刀开始修剪 内部已经溃烂发黑 并且全部沾满了淤泥 现在需要将溃烂层全部找出 然后清理干净 这个蹄子坏得很严重 形成了三层不同的角质 现在就像再给红薯剥皮一样 直直露出最内部的伤口 用双氧水清理表面伤口 现在才能看到全部样貌 脚后根处有个明显大洞 师傅说伤口流浓后 内部被腐蚀了一层 浓血覆盖了蹄子内部 随着淤泥陷进去和浓血相混合 就成了正面黑色物质 现在还需要打磨平整 给肉体换上新鞋子 能够避免伤口与地面接触 痊愈之前就全靠塌了 用纸擦干净伤口 不能有一点浓血残留 这个伤口想要痊愈 应该要很久 已经伤到了肉体上 然后师傅拿出了祖传药粉 一股脑的往上抹 这个药比外面卖得要好多了 是师傅的爷爷调制的 用透气的纱布包裹上 10天后换资药 30天左右就能痊愈 修着一次牛蹄 需要支付100刀的费用 你觉得贵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的还可以给个三连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